桃圆巴的是新丰路一处三楼的透天错呢 昨天晚间十一点左右发生了火警 景潇赶到现场之后大人都跑出来了 不过还有一名七岁的女孩跟一对双胞胎还困在三楼 其中一名四岁的男童呛伤送医 而起火的原因还有待了解 桃圆巴的是新丰路一处三楼高的建筑 晚上十一点多发生火警 景潇货报赶紧前往救援抵达后发现 三楼还有三名小孩没有逃出 原来住着三名大人六名小孩 由陈姓丹琴爸爸照顾的七岁女儿 和四岁双胞胎儿子在三楼睡觉 楼梯间杂物突然起火燃烧 浓烟从楼梯间往楼上窜 家人从二楼逃出时已经来不及冲上楼搭救 景潇抵达之后立刻扑面火势 景潇冲上三楼将受困的三名小孩救出 七岁的姐姐没有搭爱 但陈姓双胞胎男童因为呛伤 紧急送医 呛伤但是意识还是有意识的 他家里都有回收 我们跟他叫他不要回收 他就回收 国内存放大量的回收物资 一不小心就会引发火事 而起火的原因为何 警方正在了解 记者综合报道